海景 回看這個景 真的是有一點懷疑人生 100分的車博點 你看這裡有多美多棒 它就是海景第一拍 景也是超級的漂亮 我們第一天住的這個車博點是巴海銀家 然後它在南澳再往花蓮開 等於是花蓮的最上方 所以這裡蠻適合當作東部車博的第一天 所以我們大概下午四五點就到這裡 這裡的剝皮辣椒好像蠻有名的 所以我們晚上就直接去買了剝皮辣椒煮雞湯 但要注意喔 水秀從德營這個地方 因為網上就接太魯閣的天響 所以是沒有超市或像全聯 只有在地的生鮮超市 食材不多 如果你要往這邊玩的話 建議可以在南澳的時候 就先去全聯採買好物資 不然如果你來這邊 要找一些生鮮跟料理的東西真的會比較少 價錢呢可能也比較不一定 他們超市有很多山蟬野菜可以買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帶你們看看我們今天的營區 首先它一進來勒 就是很精緻小巧 左邊是草地區 那中間有一個樹下碎石區 跟兩帳的棧板區 還有車伯可以停的 這個一整片的碎石區 然後它的營地其實真的不大 如果滿帳我覺得會非常滿 可是這裡平日的話人很少 然後這是它的草地區 整理得超級乾淨漂亮 還有很多很可愛的民俗彩繪 它的洗手台跟所有的店啊規劃都非常的棒 像營主還有提供我們調燈 所以晚上很亮 我們的車就是停在這邊 因為營主人超好 他晚上其實有幫我們看一下風向 他說我們的車邊這樣搭在這個位置 比較不會被風吹 景也是超級的漂亮 再往下走勒 這裡就是有一個樹蔭下碎石區 如果搭帳篷的話我覺得這邊很棒 就可以遮蔭 然後還有兩張很美的棧板 然後這裡是營本部 絕對是營主家的客廳 然後它有一個家用的大冰箱 非常的冰 這裡就是廁所跟淋浴區 然後因為他們自己有 SUP跟水上的活動 所以有些設備在這 如果天氣好好像就可以直接去海邊玩 它的浴室超爆乾淨 這裡先有一個洗手台 如果下雨的話你可以在這邊洗一些菜什麼的 然後這就是淋浴區 你看有多乾淨真的很驚人 它隨時隨地都這麼乾淨 水壓很穩很熱 油沐浴乳跟洗髮精 然後這裡有掛衣服的 廁所也非常的棒 非常的新又乾淨 完全沒有味道 100分的車博點 你看這裡有多美多棒 第一天可以到這麼乾淨又這麼用心的營區 真的非常的開心 好好的那邊已經水翻 這風景真的很好 然後這裡還有做一個觀景台 唯一的一個我覺得小缺點就是 它的小黑紋真的太多了 我已經被盯到爆炸 所以一定要記得帶紋箱和防紋衣 而且我覺得東部的小黑紋真的非常的多 欸這個觀景台很美欸 就很舒服 然後他們的營區有很多貓超級可愛 有時候貓就會在那屋頂曬太陽 第二個晚上我們住的這個營區是在台東都蘭的黑老大負營區 裡面有很多老闆自己的物件漂流 或是一些廢棄物做的裝飾藝術在旁邊的海邊 超級美超級可愛的 然後這裡除了有車國的地方之外 還有貨物欸 所以我覺得很貼心 是小巧精緻那種 它是海景第一排 這個沙灘是很多人會去衝浪的黑沙灘 你看這邊這樣子超級漂亮的 然後就可以直接往海邊看 它其實不算是那種 我們常去新竹桃園那種規劃的非常完善露營區 可是我們都超級喜歡 這裡有很多營主自己做的這個發呆亭 然後還有那種兩層樓的 它的衛浴跟廁所也非常的乾淨 然後這個是廁所 雖然說有很多油漆補過 但是它整體真的非常乾淨 然後沒有味道 該有的也都有 水也很熱 水壓也很足 這幾個就是雨棚貨櫃區 如果你下雨的話 大家在這邊至少你有個客廳 其實滿不錯的 東部的露營區都很用心 它就不是走那種設備豪華的 它是走很暖的那種 貨櫃的就比較高級一點 就是有一個小客廳 這裡有可以烤肉的地方 我看它好像是可以訂BBQ的 然後這裡也有很多小貓咪跟狗狗 然後也都超級可愛 但大家如果有來住要記得 這邊的狗狗比較喜歡雕東西 然後我的其中一雙拖鞋 就是放在車底下 然後就被狗狗叼去玩 就一直走不到 所以我的鞋子就留給他們當紀念品啦 我放在杯子裡 好啊 謝謝 您主種的雞蛋花 很愛我的很香啊 好吃又算取的肉乾 絕對是大家去霧營登山交遊的時候 美美的零食 但是面上有各種不同的肉乾 到底什麼樣的肉乾可以讓你吃得健康安心 而且又非常的美味呢 這個來自彰化的水跟肉乾 我其實吃過的時候超級喜歡 因為它用的是骨髮釀製 水跟肉乾其實是一個60年的老品牌 水跟肉乾的傳統技法 用的就是竹子編成的竹吃 這個竹吃製作過程就要耗時180錢 吃一部肉多餘的油脂 可是卻不會讓它乾柴口感變質 所以我自己在吃過水跟肉乾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家的肉乾不添加任何的人工香精跟嫩精 全部都是去中藥行調配特製的中藥粉 他們家的肉乾非常的厚實 每一塊都是手工製作 所以其實你們說到水跟肉乾的時候 可以仔細檢查 正面真的非常的清楚看到肉的質地 背面呢有一小點一小點突出來的小顆粒 就是竹子交叉之間縫隙的證明 每一塊肉乾都特別的Q嫩不會死嫩 我真的超級喜歡 像青花椒口味或是這個檸檬肉乾 跟最經典的條子豬肉乾 我都超級愛 那麼現在其實也有推出海鮮的魷魚絲版本 夾鏈帶的包裝真的超適合露營旅行 每天都是我們的下午茶跟下酒小菜 下次露營出遊的時候記得帶一包水跟肉乾 一起去旅行吧 我自己真的超級喜歡檸檬肉乾 因為它的檸檬味是非常清香的那種 這個配茶很搭 配啤酒也超級讚 是會很帥 讓你一口接一口吃 豬肉條呢只是有一點點甜味 所以如果你喜歡很清香清爽的口感 請一定要買檸檬 他們家青花椒是特別調製的 非常的香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種最傳統的肉乾的話 就一定要買這個調製豬肉乾的口味 他們六月開始會推出這個小包裝 有時候你只是去爬個山或去個公園 就可以帶小包裝 不用帶太大包去 這次的第三個車速營區 我們住的是在花蓮的風七十 然後這裡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就是海景低盤 而且整體規劃也很不錯 營區非常的大 它有靠海邊的也有比較上面一點 視野比較高的 那我們這一次是選擇這邊 就是直接靠近海邊的衣區 它其實有六帳 一到五都是碎石的 但比較小 一六是草地 和腹地很大 但是因為它草地的那一塊 可能是因為很常停車 或是這裡有很多小兔子 所以它的草地其實都被啃光了 下雨的話那裡就會很不方便 真的很漂亮 我跟你講我們早上後車箱打開就是海景 而且這裡就海風涼涼的很舒服 園區內也有很多裝置藝術 應該是我目前去過 最有藝術氣息的一個營區 它也有很多這種很巴黎島風的造景 距離花蓮市區大概開車二十分鐘 算是一個很鬧鐘取靜的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的營位 如果你是住在一區的話呢 它的衛浴設備是在這裡 如果想要比較方便的位置 其實你訂一到三都滿近的 浴室呢我覺得也算整潔 可能是因為海邊的關係 維護比較困難 可是整體來說也是非常乾淨的 女生的廁所長這樣 其實都打掃得很乾淨 做事的馬桶也非常的乾淨 這邊有兩支吹風機 而且女生的吹風機 它其中給一支是這個 是風很大很好用的 然後鏡子也很大面 女生的淋浴區有四間 都很棒 水也是熱的 水壓也滿穩的 而且可能是因為它的這種難放鬆 晚上就還是會有一些難放鬆的味道 就不會有浴室那種潮濕的臭味 然後這裡呢是一個 放一些冰箱的地方 它有一個冷凍櫃 然後跟一個冷藏冰箱 上面這一層就是比較高的草地區 然後這一區其實也很不錯 因為就是你從帳篷這裡是看不到下層的 剛好有一個高低落差 但是又看得到海 又不會離海邊太近 那草地這一層也有自己的廁所跟衛浴 廁階檢 又是一間 Harry 第四個營區 我们订的是这个号称台版纽西兰的 冲登营农场 我们这次来花莲的最后一天就选这里 那它真的超级漂亮 然后它的站板非常的大 而且冰箱啊 厕所位置也都非常的好 中间这里还有一个湖景 然后后面那里就是海 所以可以玩沙滩车跟很多水上的活动 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露营车 又有这种棕榈树的度假感 而且我们早上啊一起床真的超多的鹅跟鸭 就围绕着我们很可爱 天气好的时候好像会有小马在这边吃草啊 或是散步 晚上星空超级美 昨天晚上真的是满天的星星 很漂亮啊 月光也很美 我们的站板区旁边有一个小的流动厕所 所以晚上你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不用特地走到上面 可是我们都觉得这边的规划 有点就是规划到一半 像底下湖景站板区这里很漂亮 靠近农场那边的草地区就很普通 但它的营位算相对非常贵的 因为站板距离站要一千五 虽然它真的很大 可是以我们目前露营露道的价位 这个真的蛮高的 那它草地那里虽然一千一 但是没有什么景就是看山 跟可能小朋友有游乐设施吧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一定要选站板 因为真的很漂亮 因为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下雨傍晚 所以第一天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想说 这什么地方 我们应该到晚上 下雨然后月光开始出来 心心超多的时候才真的觉得 哇这里很美 是真的蛮值得会想再来的 然后这是上面的货柜区 这边也有几个面糊井的房间 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站板区的话呢 这边就有一个厕所 虽然相对的非常刀挤 这边好像有员工养的小猫咪很可爱 然后这里就是站板区跟货柜区的卫浴 非常的干净 然后有很多间 然后这里也有比较独立的 厕所分开的卫浴 男女分开的 我觉得人多也不会怕塞车太久 然后这边有饮水机 底下是吹风机 有镜子跟洗手台 这边就是比较基本的草地区 它的草地也是养护得非常好 还有儿童游戏区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里占地很大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冰箱 放在每一个萤卫旁边 只是因为天气很润晒的关系 它冰箱不一定会很冷 然后这里就是好地区的卫浴 就是非常简单洋春的卫浴 可是是干净的 所以洗另外一边干湿分离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里就是看山景 而且这边看不到那个湖 那旁边这里有原住民风味餐 跟一个微小七的杂货店 还有一个Seven的贩卖机 所以基本上其实你真的要买一些饮料 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露营区 跟原本的农场是分开管理 所以你入园还是要付 一个人50块的门票 然后到这边 就是露营区 跟露营车的报道处 到这个报道处 它会把门票扣掉 然后带你去你的位置 因为从开进来都搞不太清楚 这个要怎么走 它真的太大太空旷了 而且很多部分都还在开发 加上又下雨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住宿 都是不同个老板的 看完回看这个景 是不是有点怀疑人生 这里真的很适合 这里有那个可以喂动物的区域 价格也不算太贵啦 沙滩车就在这里 这边有漆淡场 很适合一群年轻人来这里露营 然后玩漆淡跟沙滩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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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